守了两个小时的电视机 没等来四个轮的汽车 却等来两个轮的电动自行车 难道我们看的是假的315晚会 没车企假的不看了 看完了昨晚的315晚会 各个车企的公关部小姐姐可以睡个好觉了 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小牛 绿元 小刀等电动自行车的制造商 虽然今天的315晚会依旧曝光了 食品安全 美妆 个人信息等安全问题 但唯独属于大宗消费品的汽车 却不见了生意 不知道大家心里是高兴还是失望呢 我个人觉得没有车企的出现 反而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其实纵观过去几年的315晚会 车企的生意从没落下 从2017年的mini质量问题 18年的大众涂瑞发动机进水 19年的CS店小病大修 20年的宝菌变速箱 再到去年的车企违法使用人眼识别等问题 在晚会曝光以后都得到了厂家的及时处理吗 但相关产品的销量润减 消费者信心丢失等后果 终究无法避免 反正每年的3月15日都会让车企奴隶大敌 315晚会能发挥的作用有限 甚至也变成了企业的盗窃大赛 问题被曝光并整改以后 并不等于不再复发 也许只是问题藏得更加深 更加隐蔽而已 所以315晚会没有车企的出现 并不代表着消费者可以安枕无忧 大家得知道依靠一年才播出两小时的315晚会 来曝光质量问题 实在是飞水车型 所以车主们得学会掌握维权的方法 合理维护好自己个人的权益 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毕竟现在大家可以在微博 小红书 抖音等社交平台 已经成为了消费者维权的主战场 另一方面 主机场也得秉承国家的相关质保规定 担起该当的责任 出了问题 负责到底 现在围绕汽车产品的问题 其实大多数都是显性的 而消费者最大的不满 主要出自于 主机场跟4S店互相推诿责任 拖自绝了事 给不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这些问题虽然没有被放上315晚会的大屏幕 但日积月累之下 还是会成为车企日后壮大的半角士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不事不报 时候未到而已 其实在315晚会开幕之前 我也采访了很多车主跟路人 让他们猜猜哪家车企会榜上有名 小姐姐 你觉得有哪些车辆问题会上今天晚上的315晚会 我的车那个颗粒捕捉器堵都不能再堵了 换了总成之后还是堵 不应该上吗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马力不应该上吗 加价提车咯 我那个MPV啊 当时加了五万块钱提搭 年后他跟我说不用加价了 哎呀 那个什么豪华品牌啊 真的是这么多年了还在烧鸡哦真的是 没救了 没救了 哎呀 那些新势力那些车啊 我发布会上面我就订车啦 我现在拿到车来跟发布会的PPT都不一样 XX就是个 XX 所以结果很清晰了 包括我自己在内都猜错了 或者屏幕前的你也把觉得会上版的车企写在评论区 看看咱们的观点是否一致 最后 目前咱们国内市场正迅速向新能源转型 其中也会有很多货不对版 虚假宣传等问题 这些坑呢 往往消费者更加难去规避 而且维权的难度也挺高的 我希望315平台可以继续发挥媒体监督的作用 及时反映消费市场中的乱象 我在网上看到这么一句调侃 以前大企业担心315曝光以后自己没了 现在315担心的是曝光大企业以后自己没了 希望不要一语重称